上个月北韩才向南韩发送260颗垃圾气球 不到一周又有新动作 1号晚间8点45分左右 南韩军方发现北韩再度发送垃圾气球 尽管数量没有上个月多 但南韩军方高度警戒 呼吁全民外出小心 首尔市也发出安全警告 上个月首次发送垃圾气球后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 就透过官媒再呛南韩 别再向北韩空飘承担 不排除还有新动作 而除了发送垃圾气球 最近四天南韩军方也侦测到北韩的电波干扰 一周内动作不断挑衅意味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